到了这个时候养三角梅 很多花油都知道 要结合控水来促进三角梅开花多 但是90%的花油都是把握不好控水的节奏 因为三角梅你控水的叶到位 对于它的开花是叶有帮助的 那么怎样控水呢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三角梅 现在已经属于缺水的状态 叶片已经下垂发软 但是这一种情况 还不能急着给它浇水 哪怕是这种叶片切水发黄了 给它掉一点叶片有无所谓 因为三角梅它是比较耐晒的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心疼 一定要多等上两天三天 再给它浇水都没有关系 尤其是发现这个土壤没有完全的干 千万不能给它浇水 如果说我们把握不好干湿度的话 可以用这个手指头抠一下这个土壤 5厘米左右深 这个土是干的 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那么我们在浇水的同时呢 一定要配合这个素花粉 你所要的金甲 对水 一比一千的比例 给它浇灌 这个根部 当然了 你可以不浇透 因为浇透的话它比较难干 那么对于控水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我们适当的给它浇一点就可以了 放心 掉一点叶片 无所谓 浇水之后我们可以结合喷洒叶片 一般正常来说喷洒叶片七天一次就基本够了 结合控水 所以大家养三角梅想要控水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一定要心狠一点 看到它干了 再忍上这么两天三天 再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